美國總統川普星期四前往佛羅里達西南部 聽取巨峰艾瑪之後恢復工作的簡報並與災民見面 川普計劃前往佛羅里達的馬爾斯堡和那畢勒斯 艾瑪的巨峰中心從這些地區穿過 夾帶的暴雨和巨浪造成大規模洪災 川普已宣布佛羅里達周圍重災區 從而加快聯邦救災資金發放速度 恢復電令供應是佛羅里達州的當務之急 自至到星期三晚上 全州三成的居民仍然處於停電狀態 徹底恢復供電可能需要幾個星期的時間 有關官員正在調查佛羅里達州 荷里活市8名養老院老人去世 是否與停電後空調無法運作有關 這間養老院街對面一個醫院收治了很多中暑的老人 在這個過程中發現了已經有8位老人去世 該養老院115名老人隨後全部被疏散 佛羅里達州州長斯科特要求 就這件事進行刑事調查 說這種情況匪夷所思 個月